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有一个客人来问一下他事业 非常好 那个事业一定做得很成功 会赚很多钱 那个占卦的结果 从梅花玉章来跟他讲 这个他一定会赚很多钱 结果他突然之间问老师 老师啊 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我说就像你这样讲赚很多钱 他说赚了钱又要干嘛 我说你可以去享乐 你可以去布施 他又问你如何布施 他又问我对成功的看法 那老师这样是对成功这样看 成功的定义每个人 会根据他不同的成长历程 对成功定义会不一样 我个人认为成功就是说 你这一辈子 你快乐过多少人 你帮助过多少人 你成就过多少人 还有你感动过多少人 我就记得那个台东 台东有一个菜单叫陈树菊 有没有 那个卖菜啊 你把菜能够赚多少钱 他可以默默欣赏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成功例子 你知道吗 而且不断的在做阴等 那是报纸跟他报纸 不然他默默的做 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功 不要求那些虚名 他不求你名字来 我不求才也才自来 我不求你名字来 你看他帮助多少人 他成就多少人 还有他感动过多少人 很多艺人也不错啊 他带给很多人快乐 他快乐过很多人 所以人生就这四个要素 你快乐过多少人 你帮助过多少人 你成就过多少人 那你感动过多少人 我常讲行有余力 就帮助别人 如果你真的一文钱都没有 没关系 念念经嘛 你带好的机会 总有一天 交融中飞池中物 追在囊中久闭之线 有一天你一定会发达 发达之后再来回馈 还不太晚 还不太晚 永远要记得怎么样去成就 帮助 感动 快乐其他人好不好 有什么好的意见 欢迎来跟老师分享 如果要找老师的话 欢迎来跟老师一夜时间 拜拜